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时辞进一个化时代的演绎 叫做《法屁如水精脏演绎》 北中南东超过三万人共同参与 在专家的眼里 这是结合宗教和艺术的一项创举 但更重要的是 参与演绎者透过演绎的过程 不但学得了佛法 也将这样的法运用在生活中 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法会 金照演绎的确是我们的创新 那它很重要就是说 它是不会把全部的经典 整本的经典从头到尾讲 它不是用这种方式 它是用演 那演就是用一些很生活 很充满的情感的 充满的生命 转折那个张力的 那个情节去呈现出来 一本厚厚的佛典 现代人生活忙碌 很难静下心好好阅读 让我来看一本经书 我都看不完 但是我们由于这样子 大家拿朗上口 等于把整部经文都背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每天我们每一次演出 那就是一个法会 这场颠覆传统佛教法会形式的 慈悲三昧水颤精脏演绎 当时在北中南东四地巡回二十四场 结合了上千位志工 以及七十位专业演员轮番上阵 李玄 具有金剧底子的资深演员 就这么与水颤牵起了不解之缘 他有好几段我记得是杀猪的 就直接就吃上去 那个血就是倾泻下来 每一次看那段我都会 每一次几乎几乎每一次 我都是同样的情绪 太残忍了 一念悲心再起 这让原本吃随缘素已久的他 完全改吃健康蔬食 还积极投入志工行列 把握付出的因缘 以前我是不相信的 我觉得人死如灯灭 人就没了 把握现在及时行乐 这是人生应该做的 但是学了佛以后 我真正相信人回 我也相信英国 传统的经文 谱成了现代歌曲 如木古城中 字句敲打入心 呼应了正言法师 当时有感于世界纷乱动荡 希望弟子们施法误打国师 忏悔往昔恶业 挽救日益崩坏的地球 大地的病态危机 都是从人心开始 人类的心得救 才能救世界大地 所以以忏悔的话 来度人间 各位菩萨们 我们一定要划入行 我们要入金藏 而这艘法船 也开往了马来西亚 2015年7月 动员大马六州 近五千位入金藏志工投入 其中演绎菩萨石肃廷 因忏悔 拯救了濒临决裂的婆媳关系 我以前就是这样晒衣服 我的家婆在这边 我的衣服在这边 我从来不允许我的衣服 跟我家婆在一起 10年了,没有讲话 没有出生 她这样对婆婆,我就可以学她 石肃廷带女儿投入水灿演绎 这句济宋文 像范英一样 指引她生命的方向 我要在大家面前 真正的真似的跟 让大家一声 我对不起 用力 起来 起来 对照舞台上数千位的菩萨 每一位都是用生命演绎 展现出来的庄严道气 让远从澳洲来台的歌剧魅影男主角 见证这难以诠释的穿透力 法屁如水晶藏演绎 跨越了传统和现代 结合了宗教与艺术 感动人心 曲终人不散 全方位的震荡 至今仍持续发酵 这种创新的法会形态 透过艺术红法 写下了新的里程碑 也展现了佛典 与时俱进的巨大能量